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要怎麼樣達成呢 告訴大家 我也很想知道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當然請到達人來為大家完成 我們來看看達人是誰呢 是的 大家是不是覺得很興奮 今天我們的達人就是我們的思琦老師 你好 哈囉 大家好 今天帶給大家的當然就是真型美人了 那當然第一個重點就是要3D立體的小臉 以我傳統的這個想法就是要3D立體呢 就把兩邊打黑嘛 對不對 然後這邊鼻影打中嘛 這就是3D立體了 但是現在的女生應該不喜歡這樣吧 應該有別的更技巧的方式啦 對 因為我相信沒有人希望化完妝之後 出門像古裝一樣 沒錯 或者是讓別人看到 妳這兩邊有修容 因為妳臉大 一顆粉筆 它可以當粉底 可以當蜜粉 而且可以修容 可以遮瑕 怎麼可能 其實呢 真的有可能 就是這個嗎 對 這是我最近的這個鴨香包 嗯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是我們以往在化妝的時候呢 通常就會把這個臉打凹 對 然後去塑造小臉的效果 可是有個問題就是不自然 對 那現在呢 這個粉餅喔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特別它是有這個三個顏色 嗯 然後呢 這三個顏色裡面呢 你可以去創造出一個立體小顏的效果 然後呢 在畫這個粉餅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會依照這個顏色 去 呃 比如說做這個遮瑕 或者是做這個蜜粉的效果 還有一個最重要就是 你剛才摸的這個顏色 它是屬於做這個T字的打量 就是它還有另外一個秘密武器 哦 對 就是我現在手上拿的這個粉 哦 我覺得它好像兩面的材質 好像不大一樣喔 對 其實這個呢 就是運用在我們這個粉餅上面 可以能夠讓你打造出一個完美小臉的效果 我們大家看到米色這個部分 這個呢 它就是屬於這個海綿面 對 那海綿呢 它本身就是一個比較緊實 來用來做為打底 很重要 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要用這個海綿面 把這個這三個顏色一起融合在一起 哦 要先融合在一起 對 我覺得很多的女性觀眾朋友 常常拿到那種彩妝品 只要很多顏色塊 就 哎呦 你要怎麼下手啊 對 那我們首先呢 就是用這個米色的海綿面 我們從這上面直接滑下來 這樣子畫一個直線就可以了 對 就像我現在沾了這個粉餅 然後呢 我們在畫的時候呢 我們從這個臉頰的位置 從這個位置開始慢慢往旁邊擴散 那在畫的時候呢 我建議說一開始 如果你希望有這個粉底的效果 有遮瑕的效果的話呢 我們先用點按的 尤其是在特別想要加強 就是遮瑕這個斑點的時候呢 其實呢 用點按的方式 它的這個遮瑕力 還有它的覆蓋力呢 是最完整的 嗯 在這邊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剛才思琦老師 稍微這樣子點壓的方式 就已經局部的把它全部都 已經慢慢的遮蓋起來了耶 對 其實呢 最重要的是 我們這個突破以往呢 粉餅給人家的印象是覺得比較厚重 然後不服貼 其實呢 你用像這樣子的不同的工具 還有方法呢 其實可以創造出一個非常自然清透的效果 可是我們還沒有做立體的部分對不對 修容 這塊就是要做這個修容的部分 那我們一樣呢 也是用這個海綿面 我們用另外這個乾淨的一角 然後只用到呢 最下方 這個最深色 深的 對 修容的部分呢 我們輕輕沾取這個粉餅 嗯 然後呢 在我們這個臉頰下方這個三角區塊 塗上這個最深的顏色 嗯哼 然後呢 記得喔 在塗的時候呢 由我們這個髮際線 往臉的中央 剛剛塗抹喔 然後跟我們剛剛用的這個粉餅的顏色呢 做一個融合 其實很自然欸 就是你肉眼看 其實會感覺是有一點shadow 但是絕對不會讓你覺得好像 這邊就可以看得出好像重重的一塊 沒錯 好像很漂亮 對 千萬不要讓人覺得說像那個 畫了烙腮虎這樣子 出門這樣不ok喔 沾取最淡的這個顏色 那最淡的顏色呢 我們要用在哪裡呢 其實很重要呢 就是說在我們臉上 需要立體突出的五官的地方呢 就包括在這個眼睛下方 嗯 這個位置 還有呢 我們可能鼻樑 額頭跟下巴這樣的位置 這個容部的部分我們要怎麼運用 好 其實這個部分呢 是我自己平常就是補妝 或者是說我今天希望妝容在更自然 清透有那種蜜粉餅的這樣的效果呢 我就會用到這一邊 如果你希望呢 周圍在更自然的時候呢 你可以用這個蜜粉的部分呢 我們輕輕的用滑的 嗯 有點拋光的感覺 我覺得 對 拋光的感覺喔 會讓我們整個這個底妝喔 感覺會更加的柔和 這一塊真的好厲害喔 所以呢 它是我們今天的第一個秘密武器 當然就是打出我們的3D立體小臉 我們接下來的秘密武器 就是我們這個眼影盤了 那我們現在看到呢 我另外一個秘密武器 就是這個眼影 對 那這是真型眼影喔 對 那跟剛剛一樣喔 就是有個重點就是 你發現哇 好多個顏色 那這些顏色呢 它的最主要達到的效果 就是要有這個立體感 那立體感呢 包括了你用到這個眼影裡面呢 不同的顏色還有材質 去創造出這個眼型放電的效果 對 我們知道說在整個眼皮裡面呢 最需要呢 就是要有一個乾淨的畫布 對 所以呢 先用比較淺的這個米色調的顏色呢 用到我們海綿頭眼影棒 打底 可是你大家注意看喔 這個凝膠狀粉末裡面是不是有兩個顏色 對 兩個不同的質地 所以我們先用到右邊這個顏色就可以了 就是大區塊的這邊 對 現在呢 眼皮呢 整個眼皮的面積裡面喔 先做一個大面積的打底 我們再過來呢 就是用到這個左上方 第一個這個顏色 那這個粉末呢 它是屬於這個控油粉末 畫在這個我們這個 整個眼皮的大概二分之一的位置 裡面 二分之一喔 對 好 讓它的這個顏色呢 跟我們第一個剛才用的打底色呢 融合 對 完全融合 它就會創造出一個很自然的一個 這個層次感 在眼尾的位置呢 做這個稍微的加強呢 它可以創造出一個 嗯 第四個這個顏色 對 那第四個呢 就是我們看到最左邊那個 長條形的這個位置 那這個顏色呢 它最主要呢 是來塑造眼線的效果 線的對不對 在這個睫毛根部的地方 用這個比較細的 這個扁平狀的這個位置 真的是好有心機的一個工具喔 對 真的是很有心機喔 可是它可以讓你很快速 打造出一個非常自然的眼線效果 而且呢 在這個喔 就是我們用的眼線色的這個顏色呢 因為它有一個是這個 黑珍珠粉末的一個添加成分喔 所以呢 當你在眼睛睜開的時候呢 它會在眼球中央呢 會有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光澤感 會跟我們的瞳孔互相揮映 最後面這個 它有一個很漂亮的透明的光澤感 那要創造透明光澤感 我們就用刷子來創造 好 那最後呢 我們只要在整個眼皮 就是所有的顏色 讓它完全的融合呢 我們就刷上這個最漂亮的這個 哇 這星光閃閃的感覺喔 對 好 接下來呢 當然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了 這也算是我們今天的靈魂囉 那就是一個櫻花般的粉嫩雙唇 對啊 其實這支口紅呢 它有幾個就是特別優異的地方 然後包括了就是說 它可以很容易去勾勒出很完美的唇形 因為一般人呢 可能最大困擾就是說 很想很簡單的畫個唇膏 可是呢 又覺得畫完之後怎麼唇形很模糊 好像都要 又有唇風的感覺 對 然後可能只是這個水量 可是它沒有一個很立體的形狀 所以呢這個唇膏呢 因為它這個創造的 大家可以看到喔 就是它的樣子是一個三角錐線 對 它有特別切割出一個面來 對 那我教大家呢 怎麼樣去用這個面呢 去創造出一個完美的唇形 好 那這個面呢 最主要是要來畫這個 我們平常在畫這個唇的時候 下唇 對 一個零線這個地方呢 是來勾勒這個唇邊的 大概可以把這個唇膏拿直 來畫這個唇邊 真的耶 把唇邊瞄上 尤其是唇風的位置喔 大家可以稍微往裡面一轉 馬上就已經把那個 唇風都勾出來了耶 真心美人真的不難 我們可以看到剛才思琦老師 雖然達人呢 出自他的手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步驟呢 確實美人呢 就是看了之後 應該都可以學起來的 所以呢 不妨如果你想要成為 真心美人的話 也可以試一試 我們今天心機商品喔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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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